我就离我最近了 生日蛋糕和一瓶香水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身上的一些 发生的事情和经历 带入到这个牌里面 这个故事里面 比如说呢 他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一起 我第一个为他过的生日那一天 那天我们俩一起去参加一活动 在北京的时候 然后活动呢 他先走了 他先回家了 然后我那个活动 就是要工作的时间长一点 然后我还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他在家里就很 我知道他很着急 肯定很着急 我也很着急 那时候就是可能觉得工作重要 就没有马上离开 然后快到了最后一刻 然后我赶紧跑出去 开车赶紧冲回家 冲回家端着那个蛋糕 然后赶紧跑上楼 那时候都没过12点 然后但是我忘了蜡烛和打火机 家里又没有 然后我赶紧又冲下楼 又又去拿蜡烛和打火机 这时候回来就过12点了 他在家里哭 自己一个人哭 因为是第一次过生日 哎呀 那个场面 我记得那天 他穿一件橘色的衣服 一件橘色的帽衫 记得那么清楚 记得 对 他总说我呀 什么也记不住 就是过往的事都记不住 其实很多事 他也是印在我心里的 其实想到那一天 只剩下两三个小时 我的生日就过完了 然后我就一直在 对 我就是一分一秒在流逝 然后我就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失望 然后我就觉得 他可能回不来了 然后就那两三个小时里面 我是从希望到等待 到失望 到最后还有十分钟了 我就觉得有点绝望 但每次他都能在 我们快要不行了的时候 突然出现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应该是 就是最后一两分钟了 或者是刚过完 反正我还是哭得蛮厉害的 我回来的时候 确实过了一些 过了 就差那一点时间 对 这么多年 其实他挺在意这种形式感 这种生日啊 纪念日啊这些的 但是我好像在这方面 就永远觉得 生活的每一天更重要 或者是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都会有点遗憾 就会有点遗憾 感谢观看